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爹微笑着张嘴 呼听树下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声音道 这些板栗壳都是谁扔的 爹爹和娘亲往树下一看 原来是个专门负责扫大街的老头 其实爹爹给娘亲包板栗的时候 已经将板栗壳放进袋子里 但因板栗壳太碎 还是不少落在了地上 爹爹拉着娘亲从树上飞下去 对着那老头道 对不住 是我们不小心扔的 老头吹胡子瞪眼的道 看你们两个小年轻都长得似模似样的 怎么一点功德都没有 天子脚下 岂能乱扔垃圾 再说这围墙后面是已顾下首辅大人的宅子 你们爬到下大人的宅子的树上去干嘛 难道是想偷东西不成 走走 跟我去见官 这老头年纪一大把 嗓门倒是挺大 而且爹爹长这么大 还没有人这样数落过他 娘亲怕爹爹生气 怕笑着对老头道 爷 我们夫妻俩刚来京城不久 就随意逛逛 见这棵树长得好 就忍不住上去 想欣赏欣赏一下京城的风光 绝对没有冒犯下首辅的意思 不如我来帮您扫地吧 我帮您把这条街都扫了 老头哼哼道 这还差不多 他把手中的扫帚扔给娘亲 却被爹爹接过道 我来 说着他还真的扫起地来 娘亲还是第一次看到爹爹做这种粗活 而且瞧着他挥着扫帚的样子也甚是潇洒 他心中觉得爹爹好 便觉得爹爹做什么都好 只是若被认识他们的人看到 堂堂大明锦衣卫指挥时 带着大明公主扫大街 又会作何感想 爹爹扫大街扫得甚是干净 那老头甚是满意 还欣慰地对爹爹道 小伙子 叔很看好你 你们刚来京城 若是找不到活干 不如就跟着叔一起扫大街 一月就五钱银子呢 爹爹一致 娘亲却笑得还是很灿烂道 真的呀 那就先谢谢叔啊 如果有机会 一定来找您 等老头扛着扫帚 心满意足地走了 爹爹才对娘亲无奈摇头道 什么时候能改改 这见谁都能攀亲倒顾的毛病 娘亲得意道 这就是我的本事 要不然我怎么能破那么多案子呢 准备回去的时候 娘亲发现 山在下府门前的马不见了 她立刻气呼呼道 岂有此理 定是被小贼偷了 偷东西 偷到小爷身上来 若是带到他 定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只是我们现在马被偷了 怎么回去啊 要不要去顾量马车 爹爹瞧着天色 刚好晚霞已经出来了 夕阳熨染在整条大街上 风光正好 不用 我们走回去吧 啊 可是这里离陆府有点远啊 没关系 跟你一起走 不累 而在陆府 我带着已经可以上桌的妹妹坐着 小脑袋一直对着门外 爹爹娘亲 什么时候回来啊 还等着他们回来开饭呢 好饿啊 第76集 谢霄与郡主大婚 与路易比赛 谁生的娃娃多 这谢霄叔叔与紫燕郡主 折腾了好一阵 终于要大婚了 我们一家人 自然是要去参加他的婚礼的 平时总觉得 谢霄叔叔一副大大咧咧不正经的样子 没想到 喜福还似模似样的 谢爷爷是最欣慰的 喝了他与郡主递上了茶 连叹了几口气道 臭小子 总算在我厌弃之前 看到你把人生大事给办了 谢霄叔叔称怪道 爹 大喜的日子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您可是要长命百岁 看着我和紫燕 给您生一堆孙子孙女呢 谢爷爷被他哄得哈哈大笑 娘亲和爹爹在一旁看着 娘亲对爹爹悄悄道 都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看看谢伯伯的精神头 都比以前好了许多 爹爹一时微笑道 我听说乌安邦已经准备把总舵 从扬州搬到京都来 以后这终于可以一家团圆 想来谢帮主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娘亲笑道 那谢圆圆真是喜事连连啊 等下新郎敬酒的时候 可不能放过他 果然 喜宴上谢霄叔叔 被一杯又一杯酒灌下去 走到我们这桌来的时候 不仅脸通红 连走路都开始亮亮呛呛 眼看娘亲要举起一个酒坛子迎过去 大洋叔叔忙拦住他道 行了下爷 放过他吧 若他醉倒了 新娘子可是要怪罪我们的 谢霄叔叔显然已经喝大了道 怕什么 我谢霄可是谦卑不醉 来 姓路的 我要给你敬一杯 爹爹微微一笑 还是站了起来 跟他碰了一下杯 等爹爹将杯子中的酒一饮而尽 谢霄叔叔又醉醺醺地问道 姓路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跟你敬酒吗 爹爹还没回答 他又说 因为老子高兴 老子以前觉得自己也是个人物 但偏偏遇到你之后 总觉得事事都被你压了一头 连 他看了娘亲一眼 终是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接着道 不管老子现在也娶了媳妇 以后老子也不比你差什么了 不对 这娶媳妇我也比你晚了好几年 你这两个娃都有了 我不能认输 以后我要生十个八个 谢媛媛你够了 娘亲听不下去了 还十个八个 你当郡主是母猪啊 快把她扶下去吧 看看她这喝高的 小心待会新娘子 看到你嫌弃 你的一身酒气 她还闻了闻 身上道 我身上真的有酒气 那我不能喝了 我现在就去找紫嫣 等谢萧叔叔被人扶着去洗房 娘亲无奈道 你看这些圆圆都快三十的人了 还跟个小孩一样 爹爹笑道 等她做了爹自然而然就成熟了 现在爹爹怀里正抱着妹妹 挣一勺一勺的亲自给她喂饭 娘亲凑过去道 就跟夫君这样吗 都说女人带娃很艰难 可是我不觉得呢 因为我有一个好夫君 是吗 爹爹似笑非笑 那要不就把和谢萧的打赌 给执行了 娘亲一愣道 什么赌 爹爹笑道 赌我们以后谁生的娃娃多 既然娘子觉得生娃带娃不辛苦 那我们就干脆多生几个 在边上啃着鸡腿的 我默默叹口气 单纯的娘亲 又中了老狐狸爹爹的套路了